前面介绍完开放式循环的生物之后 接下来介绍避锁式循环的生物 跟前者的差别在于 避锁式循环除了有邦普把血液往前打的心脏 有血管动脉跟肌脉之外 一定有多了一个微血管网 也就是说它的血液是被封闭在血管内的 所以它就会出现像血液这样子的名字 之前我们提到的开放式循环系统 它推动的那个体液叫血淋巴 记得吗 那血液就是指血液指在血管内 在血管内的液体叫血液 在淋巴管内的液体叫淋巴液 在组织间的液体叫组织液 所以我们就会把组织液血液淋巴液分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有微血管 把你的血管系统全部闭锁起来 那血管内的液体叫血液就分开来了 所以你的血液跟组织液是分开来的 如果组织液过多呢 就会进入到淋巴管中变成淋巴液 那淋巴液最后也会由 那个左右手骨下肌脉汇流到你的静脉血中 而变成血液 形成一个循环 但是你的血管就是封闭的 以上这是血管 封闭是循环系统的一个特色 那必手是循环系统的动物有哪些呢 我这边列了三个最主要的例子 环节动物 就是动物界下的环节动物门 那就是指蚯蚓啊 蚯蚓就是很明显的环节动物门的代表 因为蚯蚓是一节一节的身体 身体是分解的 另外呢 有我们之前提到的软椅动物 软椅动物大部分是开放式循环 那少数 例如头竹类 就是那个运动速度很快 代谢率比较高的 头竹类 包含乌贼 章鱼 中卷 小卷 小管 这些东西 就是所谓的头竹类 当然还有我们 我们是属于脊锁动物门中的脊椎动物哑门 那脊椎动物哑门就是所谓的脊椎动物 有谁呢 有鱼类 两生类 爬虫类 鸟类 以及哺乳类 我们就是脊锁动物门中的脊椎动物哑门 那脊椎动物当然都是避锁式循环的 好以上是避锁式循环的例子 那我们既然讲到避锁式循环就要提到 那我们脊椎动物 心脏上的演化历史 心脏就是血液的帮扑 把血液往前打 就是血压的来源 血液的动力 那我们就从演化来讲吧 鸟类往后演化成两生类 往后演化成爬虫类 最后演化成我们鸟类跟哺乳类 那我们今天会介绍的是鸟类 两生 还有鸟跟哺乳类 因为爬虫类就介于两生类跟我们之间 那你看下面的表格跟上面的文字 鸟类最简单 它的心脏只有一个心房一个心室 那两生类呢 两心房一心室 那最后的鸟类步鸟类最先进 两字二心房二心室 所以你看它的变化 一一二一 然后我们是二二 那爬虫类比较特殊 爬虫类跟两生类很像 都是二一 就是只有一个心室 但是鸟鱼比较特殊 鸟鱼已经两心室了 可是它在功能上 故意不分割 那这一点呢 比较特殊一点 今年我可能就不会补充这个了 我看时间 如果有时间我就补充 好 所以这是演化的历程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那个表格的分类 那只有鱼类 它只有一心房一心室 它叫单一循环 你只要心室出现两个以后 不是 心房出现两个以后 你就叫做双循环 就是所谓的跟气体交换的肺循环 还有身体上 耗叫氧气的体循环分加了 好 这么多文字跟表格好复杂 我们直接由图形来判断 你就可以知道了 那讲一上的图当然漂亮干净 但这边的图我要自己画 其实我也介意你 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画画看 好的 画面最左边是鱼类 一心房一心室为代表 两身类是二心房一心室的代表 哺乳类就是二心房二心室的代表 其中爬虫类就会在我们两身到哺乳类之间 那鸟类我写在这里 鸟类跟哺乳类一样 这叫心脏的演化 那我们就开始来说明了 首先我先把一些重要的器官写在这里 鱼类当然会有所谓的呼吸器官 它的不叫肺 它们叫做腮 所以我必须把呼吸器官写出来 然后如果我写的是组织 就代表一般会耗掉氧气的组织 那两身类当然也有 两身类的呼吸器官比较特殊 两身类已经有肺了 两身类就是青蛙嘛 小时候用腮呼吸 长大用肺呼吸 所以我以成体为例 以肺呼吸为例 但是不止 还有皮肤 所以两身类的呼吸器官 其实有两个重要的 一个是肺 一个是皮肤 而且皮肤还比较重要 因为两身类刚开始演化出肺 它的肺还不是很健全 所以我们会称这个循环 不叫肺循环 叫做肺皮循环 相当于我们布鲁类的肺循环 那是两身类用肺跟皮肤 那它们当然也有所谓的 耗掉氧气的组织 所以我这边就写耗掉氧气的组织 那我们布鲁类或鸟类 我们就有完整的肺 当然我们也有耗掉氧气的组织 好 接下来我就用颜色来区分 冲氧血与缺氧血 蓝色代表缺氧血 首先鱼类的一心房一心室 这一个是心室 它血液打出去 就到塞去 先到塞 过了塞之后就得到了氧气 所以离开塞之后就变成冲氧血 冲氧血就会流到组织去 那流过组织 氧气用掉 氧气用完 又变为缺氧血 缺氧血就由心房 回到了心脏 所以鱼类很特殊 前面那个是心室 后面那是心房 后面是接收血液的 后面是打出血液的 好你看这是鱼类的心脏 它一心房一心室 它的塞和组织 是在同一个循环里 所以我们叫它单循环 它没有分为体循环跟肺循环 它只有一种循环 这个循环同时包含了呼吸器官 也同时包含了浩氧的组织 所以它只有单一循环 我们就叫它单循环 而且它的心脏 只处理缺氧血 看到了吗 心房心室都化蓝色的 它只处理缺氧血 冲氧血是在路径中的这边才出现 所以红色代表冲氧血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两森类的例子 不过两森类这边又特殊一点点了 我先用绿色 因为当你的 它的心思是混在一起的 这是它的心思 心思不分隔 所以它的心是打出来的血液 是化绿色 就是等一下再讲 它就是冲氧血与缺氧血混在一起 我们称它叫做混氧血好了 就是它的冲氧跟缺氧混在一起 叫混氧血 我们用这个名称 好不论这个血液是什么血 它是混氧血 它经过了肺语皮 不就变成冲氧血了吗 好它就现在变成冲氧血 然后冲氧血呢 就从这边回家 这边是谁 这边是左心房 这个字有点丑 再一次 左心房 先个左方 左心房的血 理论是冲进心思来 这个红色是冲氧血 OK冲氧血 那这个冲氧血混到里面来之后 跟另外的血液混在一起 这我们还没画到 那这个心室 它是所谓的混氧血 除了从这个动脉出去之外 也可以从这个动脉出去 这个动脉呢 会到组织去 那到了组织之后 它就变成缺氧血了 所以这时候是缺氧血 缺氧血从这边回到心脏 这个地方是右心房 好了 现在注意到这 右心房之后 缺氧血就进入到心室 好到心室就出现状况 左心房回来的是冲氧血 右心房回来的是缺氧血 在心室混在一起 就叫混氧血 那就变成绿色的箭头 而这个绿色的箭头 我后来打 就会一部分到肺皮 去进行气体交换 一部分到组织去提供氧气 所以为什么这两个路性 是用绿色代表 因为它是冲氧跟混氧 冲氧跟缺氧混在一起 叫做混氧血 好了 它还是分两阶段 一个绿色到肺皮 一个绿色到组织 它还是双循环 只是它的双循环 最后这些血液 全部都混到了心室中 混到了心室中 所以它的心室变成混氧血 所以你看 它的冲氧跟缺氧混在一起 效率有一点糟糕 但是已经慢慢的脱离了单循环 所以它逐渐在演化当中 好以上是两生类 两生类 那我们说两生类往后演化变爬虫 爬虫又是怎么一回事 那因为我这边没有画爬虫类的形状 所以我现在用两生类来代表爬虫类 如果是两生类会发生什么事呢 容许我换个颜色来表达 如果今天是爬虫类的话 它的心室中间开始出现分隔了 但这个分隔不完全 没有完全隔开只隔一半 那隔一半的结果就是 大家我现在用颜色来区分 这边的缺氧血会被这个突出来的这个隔板 往这边推出去 也就是冲氧血尽量往肺跟皮的循环走 所以这条血管它不是完全的混氧 它会混氧却更接近缺氧 因为缺氧血被这个半母 被这个突出来的中隔推过来 那同样的我的这个左心房 这边的左心房到这边的血液被这个中隔推上去 所以它会比较会往组织的这一条主动脉前进 所以到组织的血液并不完全是混氧血 而是比较多是冲氧血 这是爬虫类 也就是爬虫类发现哎呀两生类的心室混在一起 好糟哦 它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的分隔 也就是说这个心室中有些突起物来引导血流 有些突起物来引导血流 缺氧血请你走向肺皮动脉 冲氧血请你走向主动脉 所以已经逐步的像我们二心房二心室那么像了 开始让冲氧归冲氧缺氧缺氧归缺氧 好以上这是爬虫类的例子 那我们直接看我们哺乳类或是鸟类八 我们就完全隔开你看中间这个这个中隔 我换个耳心粉红你看我们的中隔完全隔开了 两边的心室完全隔开那我们就从这个我们的左心室开始讲起 左心室是冲氧血血液打到主动脉 到了组织就变成缺氧血氧气用剂 缺氧血呢就会由这一边就是所谓的右心 就是上下腔静脉回到右心房 右心房就进入到右心室 右心室的血就从肺静脉打出去到肺去 到了肺静气里交换就变成冲氧血 就由从这个左心房回到心脏 好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图你会得到一个结论 心脏的左边不论左心房还是左心室都处理冲氧血 我们二心房二心室的右半边心脏 右心房右心室都处理缺氧血 我们在处理血液的时候把冲氧血跟缺氧血完全隔开 那我们这种双循环就是目前已知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心脏当中 目前是已知最先进的 因为他把冲氧居氧分开处理 这个双循环是完全的双循环 缺氧血请去肺走肺循环得到氧气 那冲氧血请去组织把氧气用掉 所以就得到这样的结论 以上这个图就是我们心脏的演化路径 由一心房二心室单循环的鱼类慢慢演化成二心房一心室的两圣类 最后到我们鸟类哺乳类最先进的二心房二心室完全双循环 请说 因为为什么比较没效率吗 好就是 好这样好了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你这问的很好 为什么鱼类这样没效率呢 我们的所有的学义书要先进过塞 塞就有微学观光 经过塞之后变成冲氧血 虽然氧气充足了 你要送到别的组织去 此时这个动脉血压就比较低了 所以鱼类的血压比我们低一点 因为它经过了第一个塞的微血管网 已经把压力消散掉了 所以它到各组织之后 血压都明显不足 所以鱼类代谢率为什么低 因为血压太低 所以血液流动的速度很慢 可是你看我们 我们现在倒进去直接到组织 所以你像全身任何一个组织或器官的动脉血液 压力很大 血流很快 直接把氧气养分送给你 我们的运输效率快多了 所以我们鸟类哺乳类 是目前已知这些生物当中 很少见具有恒温 而且带效率高的 因为其他往前走的时候 因为它的血压不够高 氧气跟氧分运输的速率慢了 单位之间送过去的血液比较少 因为它有一项鱼类来讲 这是微血管网 微血管网是很细很密的 直接把你的血压分散掉 所以鱼栽后面的这个血管 血压太低 所以血流就很慢 血流跟血压有关系 这可以接受吗 V等于R 乘于I I就是血流 V就是血压 成症相关 血压越高 血流越快 以上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请说 对有人说鸟类很像爬虫类 对所以爬虫类介于中间 后来爬虫类就演化成鸟类了 对了 所以鸟类其实是由爬虫类的状态 逐渐就慢慢变成鸟类现在的状态 所以你看爬虫类 它的心事虽然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中间有逐步要分割的样子 它就有点像是演化的中间 那个爬虫类的心脏 就像是两生类的心脏 逐渐要变成鸟类哺类心脏的中间 就是心事准备要分割成两个了 但是割到一半 对 你看到它的那个 突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割开来 所以它就演化到一半了 以上是心脏的演化的过程